好了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 现在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材料 嗯 这边sate米粉一定会有米粉的哦 还有豆芽 呃空心菜 然后这个呃配料我就有鱿鱼 猪肉片虾 我没有买汉啦 因为现在也是很难买到汉 我没有去巴萨啦哦 然后我这边有一些花生 sate酱的 刚才那些是呃米粉啊这些配料 但是我要搅这些呃 sate酱的有 辣椒 小洋葱 蒜头 呃 南姜黄姜姜还有香茅 但是这些香茅这些我会放的配料比较少啦 因为我不想有那个呃很重的洋 香的味道啊黄姜的味道啦南姜啦 所以我就没有放这样多 呃但是分量我会写在食谱 有些 呃就是 这个花生 你可以拿去放在气炸锅 那个 air flyer啊 去拿去烘也可以180度 你烘差不多8分钟 但是你中间你一定要 摇一下看一下 然后不可能等下你花生很小力 你烘到8分钟焦了 你一定要从呃中间的时候你要自己去看一下 screen screenshot 可以这样拍一下 啊你们做的时候就拿一模一样这样 只要你的东西准备好是呃很快啦 嗯这样子你看 啊这个是阿三糕 啊这个是 这个是叶糖 阿三糕 还有盐 哦 ok 啊 一定也有这种这种菜哦 这叫什么菜 豆芽 呃空心菜 啊空心菜 用菜啊硬菜 硬菜 硬菜 然后就鱿鱼啦 呃虾 肉片 肉片 有可能你要放一点呃 木薯粉或玉米粉会比较好 等下你烫的时候他会不会有这样硬 刚才的那个里面的东西跟他再讲一次 嗯 里面有什么 等一下 哦分开饺啊 啊最这个是那个要炒的那个酱那个 呃蒜头啊 呃小洋葱 刚才讲的哦 黄姜蓝姜 呃辣椒 我们的生姜辣椒干 还有一条的那个呃香茅 啊 再跟他放进去 对 哦花生先不要放进去搅 等一下花生姜花生一干的不一样 哦 ok ok 嗯 再搅一搅 哦 你看特别容易搅 你看 哇特别容易搅 你看 这样子就搅好了了 啊 你可以这样拿起来跟他再搅搅一下 然后按 你们也可以放一点油啦 放一点油会比较容易搅 啊 如果他不滑你们就可以放一点油 不滑的话 反正等一下也是要用油去煎 啊 可以放一点油在里面 放一点油 放一点油 嗯 嗯 一点点 一点点油把它倒进去给他 会从那个墙壁滑下去 啊 会更滑更容易搅 对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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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样子就搅拌好了吼 碎了了 可以了 现在要搅花生 哦 现在要搅花生 哦 现在要搅花生 花生跟他放进去 大概多少花生啊 花生我这边300克 啊 300克花生哦 大概300克 因为要比较 嗯 花生酱要多一点要零了米粉嘛 如果太少不够零 哦 我分两次就 这个我们有没有教过人家怎样弄啊 呃 这个 花生酱 啊 那天做satay的时候 我有做那个花生酱 但是那天的那个satay 花生酱 我会比较浓一点 有那个香茅黄姜 但是我会那些黄姜 现在我减少 哦 没有这样重啊 因为要放的米粉嘛 太重了 不好吃 哇 你看 好了 这么快 对 我不要嚼到这样烂了吼 啊 这个不要 不要嚼到这样烂了 嗯 啊 嚼到这样烂了 它不好吃 太沉 啊 一下子就好了了 它还要有那个 呃 一粒一粒很 啊 一粒一粒的那个感觉 哦 不要太脆 啊 satay米粉 那个花生酱的 那个花生 不要太脆哦 还有一点点 啊 一点点 这个是要去磨的哦 对对对 要去掉那个磨 不要把那个皮啊 那个花生的皮 还放在里面 哇 你看花生 哇 那好吃的 你看 哦 而且又很简单 啊 我们的这个搅拌机才六十八块 这个是搅干的 啊 这个搅拾的 搅辣椒的 对才有 还有另外一个是搅 呃 可以放那种 棒棒叶啊 搅拌水果的 还可以 还有一个是可以拿来 呃 搅肉的 我的花生哦 有一个是比较粗 一个比较柔哦 分成两个不一样 然后你 吃的时候就有那个 摇到那个花生的味道 给它均匀一顶 给它均匀一顶 让它均匀一顶 它才有分别 哦 不然 OK OK 好了 啊 再给它开起来 这个比较幼一点 这个比较粗一点 一个比较粗 一个比较幼 哦 它在你吃的时候才有不同的口感 哇 啊 这样子放下去 来 花生做好了 就是它可以分开 我比较喜欢就是搅辣椒 就是搅辣椒的 它不会说哦 你搅了辣椒下去 你要搅别的东西 这个 这个container 会很很 有那个辣椒啊 有黄姜啊 呃 你的油是涂里面外面啊 啊 里面跟外面都涂油啊 没有没有 你洗好之后 擦外面 擦里面这一层就可以了 啊 擦里面 它会让你的 呃 法兰锅 越用越好用 啊 给它吃那个油 对对 因为这个是铸铁锅嘛 这个再去炒 这样炒要炒多久 啊 要 就是好像我们炒辣椒这样啊 要爆它颜色比较 有深 比较香味 出来 虾大概多少油 多少油啊 嗯 呃 我这边我看了一下 嗯 这个最主要 四汤匙吧 大概四汤匙的油啊 总共 再炒一炒炒给它香 我要小一点 火小一点啊 啊 什么火这样 你不可以一下子很热的一下你的东西都焦了 炒辣椒就不可以太大火的 嗯 在法兰锅煮汤烤东西它受制的均匀哦 然后啊 你可以煮的比较快也是 可以煮的比较快也是 看得到吗 可以煮的比较快也是 看得到看得到 呃 这个锅叫什么名 这个叫法兰锅 铸铸铁锅 多少钱哦 呃 它原价是98块 然后它有送那个silicon 啊 然后呃 现在如果你买我们的百万锅 你买我们的百万锅 我们的百万锅买了 它呃 它现在因为国庆日 新加坡国庆日 所以它卖56块 如果你有买那个百万锅 ok 我们才卖呃 大概 56块 没有大概啦 就是56块 如果你买百万锅 因为卖56块 因为是这个 国庆日56周年 对 你放多一点点油啊 因为不够油啊 再放多一点点油下去 因为我要快嘛 啊 炒香料就是这样的哦 比较多烟哦 炒那个香料 对 啊 会比较多烟 啊 你可以用那个百万锅炒啊 对 百万锅也是可以炒 平时用百万锅炒 对 这样炒一炒 这样几次才要加花生下去 还没有去齁 还没有啊 嗯 等一下 啊 现在加什么 我要放 把这个 椰糖 再把椰糖 放下去 还没有还没有 我多一下子 多一下子 颜色比较深一点 颜色比较稍 我近距离给大家看 大家可以近距离看 这样子看 颜色要深一点 这样子 辣椒让你呛 我把它这样煮一点 那种炒辣椒就是比较呛 因为炒辣椒这种烟比较多哦 味道比较香 ok 啊 可以prepare more chilling container 可以啊 等一下吃用 可以啊 当然可以 把这个椰糖也放下去 把这个椰糖也放下去 放糖石 灌小火 灌小火 再把那个椰糖 椰糖有多少啊 嗯 椰糖我120 大概120 然后加一点点水 啊 然后加一点点水 这样子 加一点那个椰糖 下去 然后加一点点水 下去 嗯 让这个糖溶 啊 哦 那个糖融化了 你看这个锅 非常非常快 好 OK 就是这个样子 等一下加了再给大家看多一点 嗯 放回我们的这个 span上面 啊 这样子 还有现在加水哦 啊 再加多一点水 全部的水 我加800ml的水 啊 总共800ml水啊 呀 对 对 你买百万锅 法兰锅就是56块 买过去 还送你那个39块的那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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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块还送你 所以你法兰锅哈 才买17块而已 我跟你讲真的大促销 法兰锅多重 它是比较重 它的锅就3.5 因为它镀铁锅 它是可以进那个 啊 烘炉里面的 所以它一定是比较重 3.5 加盖的话应该是 嗯 我不知道啊 大概4公斤多哈 然后啊 它 多少cm 24cm 24cm 啊 现在法兰锅特价 特价 对 不过你要买百万锅才有特价 买百万锅 我们的八十八块百万锅 你买法兰锅才有特价 啊 啊 啊 因为国庆日嘛 这个月 新加坡国庆日 所以我们就 啊 新加坡五十六岁啊 卖五十六块 来 现在我把这个阿三糕 我放一汤熟的阿三糕哦 啊 给你们看一下现在那个 酱料长得怎么样 阿三糕 放一汤熟的阿三糕 啊 一汤子阿三糕 啊 放下去 啊 有谁要看一下那个锅里面 这个花生倒下去 啊 花生给它倒下去 嗯 啊 我知道有时候你们要看那个 锅里面煮东西煮的怎样啊 就是这样 所以我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啊 煮那个 就慢火 慢火给它煮 煮砂丝酱的汤跟煮那个 呃 呃 吃的砂丝的那个不一样 那个吃砂丝的比较浓稠 对 啊做这种砂丝米粉的哈 要比较湿一点 因为要淋在米粉上面 米粉会吸那个水 嗯 看这样子 而且我没有放这样多香茅 羊 呃那个黄姜 蓝姜 会减少 啊 好比较少一点点 啊 现在这个哈 我放那边慢慢煮哦 我烫米粉就比较快 所以要不要烫米粉 小心啊 啊 OK 再放在后面慢慢煮哦 用小火跟它慢慢煮哦 现在我们要烫米粉 看你们自己烫米粉 要知道那米粉的软硬度哦 我刚才米粉有泡水的 你们不懂的话 你可以放在水吧这样 嗯 OK 好 米粉跟它放进去跟它这样跟它煮一煮 就烫熟那米粉就可以了 米粉不用不用什么加东西啊 对 只是需要烫熟哈 对 好 这样子跟它融烫一下 好 可以加一些 用菜 硬菜 硬菜 豆芽 喜欢吃汗的朋友可以放汗 现在只给它汗汗而已 喜欢吃汗吗 还好啦 不错啦 可以吃啦 谢谢分享 好 请问白王国几个颜色 两个颜色 紫色跟青色 紫色跟青色 什么白王国 紫色跟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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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王国有两个颜色 紫色跟青色 好 OK 这个滴干水分刚才放在那个盘上面 现在看你们放什么 你们喜欢什么料多一点就可以放了 可以先放肉 放几片肉下去 我近距离给大家看 放几片肉 豆腐也可以 那个酒喝 这个豆腐我有放 等一下 豆腐我有放烧水沉一下 泡一下有洗过 然后我再切 让它汆烫一下 可以一起烫 虾啦虾啦这些 但是我想肉会比较糗一点 可以放 然后过后你一下你还可以放你那个 酒喝 那个cutter fish 可以放一下那个cutter fish在里面 刚一起煮 你可以摆盘一下 可以摆盘看它摆美一点 ok 肉熟了 你下摆盘噢 然后你可以丢些虾 虾 虾跟它放下去 两 秦虾 隨便这个鱿鱼 油鱼会比较快哦 下 下跟啊这些料你们要放多少的 你们自己喜欢哦 自己喜欢 像这个汆烫 油鱼会比较快一点 只要烫熟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百万锅 我们的不沾锅 请问 百万锅是30cm 那个 法兰锅是24cm 不一样啊 两个不同size 高度大概都是11cm 大概啦大概都是11cm 高度他们高度大概大概 我知道是11cm 百万锅是30cm 法兰锅是24cm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继续问啊 我知道我会回答你们 还是我读到 有时太多comment没有读到 这样子 我们的这个直播我发现多大姐姐 很少讲话 可能在拿笔记在那边写下 可能有拿notebook在旁边写 这样子 这样子烫好了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样 把那个锅拿过来 米粉在这边 现在我们要换一下那个锅 哇 这些材料你们喜欢 还可以加一些自己的材料 可以加汗啊 加很多不同的东西 自己加 喜欢吃这种沙爹米粉的 以后可以不用去外面买了 自己煮就好了 啊 这个是那个沙爹酱 沙爹酱 那我们做的那个沙爹酱 啊 这样子跟它搅拌去 哇 你看浓稠很浓郁的 沙爹酱 不同层次 一个是比较 幼一个是比较粗的那个花生 搅拌的时候跟它搅不一样 啊 现在要这样倒下去哈 对 啊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沙爹酱 倒在米粉 不懂谁 研发的哈 这个 这边你可以放一些 啊 啊 啊 这个 百万锅是石头锅 韩国石头锅 啊 是韩国石头锅 哈 韩国石头锅 只要这个 法兰锅滚了 它就火就是一直滚一直滚到 所以你不用开大火的 嗯 好 等一下给你们看有送什么 给我们盛那个 你们可以煮久一点哦 煮到它出油哦 看到一点米粉 看到一点米粉 不然就木沙爹酱 啊 看到一点米粉 然后就把这个虾 啊 啊 Hockey品牌 Hockey Hockey Hockey在新加坡十多年了 Hockey的品牌 Hockey Hockey 我们在卖的全部都是Hockey品牌了 哈 在新加坡十多年 新加坡政府有颁奖了 Prestigious Enterprise 啊 啊 啊 优异的那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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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啊 生意 啊 那种 新加坡政府有颁奖了 啊 有送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拿给你们看 等一下哦 等我们把这个盘啊 摆美美了 我们拿给你们看送什么 哦 那这样子放 哇 你看 非常的好吃 喜欢吃一点可以放多一点汤 啊 喜欢吃 一点点在上面 不要拎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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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拎在上面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 好了 这个关掉 啊 你看你要煮到那个花生酱 哈 啊 出油哈 你看啊 旁边有一点点那个油才好吃 对呢 它会出油的 辣椒会出油 这边去出油 煮到它出油才好吃 哦 要这样子 OK知道吗 放一点那个油在那个上面 啊 这样子 啊 你看这样子好不好看 OK你不要动你不要动 啊 这样子好不好看 啊 你看OK今天我们的这个 啊 沙爹米粉 大成功 来大家按赞 按分享 啊 可以在家里自己煮自己做 你看 你看 没有去外面也可以吃到这个 沙爹米粉 对 哇你看 大成功哦 都要看到爱心 喜欢的给我爱心 爱心爱心 按赞 你看哦 好吃哦 今天了啊 大家可以动手自己煮一下 所以这个沙爹酱哦 你不可以太粘稠哦 啊 因为你等一下米粉烙手太粘稠的话 就会硬硬的 脚不动这样 对 所以一定要比较细一点 比那个我们吃的那个 那天我煮的沙爹酱哦 那个是沾的不一样 那个沾的会比较粘稠 所以要放米粉的要比较细一点 所以我放比较多水 比较幼一点 好了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嗯 好了我要下坡吃沙爹米粉了 谢谢大家 OK 我们的直播就到这边了 感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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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